北京上海半封城 世卫表示新冠疫情或将在海外爆发 4名中共军方骇客窃取美国机密 遭美方起诉 超强风暴席亚拉席卷欧洲至少6人死亡 奥斯卡颁奖 韩国电影《寄生虫》获最佳影片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球新闻 2月10日 大陆 北京 上海等4个一线城市和4个直辖市 全部进入半封城状态 与此同时 疫情继续向海外蔓延 为防控疫情 北京与上海同时在2月10日宣布实行封闭式管理 但当天也是一些企业被要求硬性复工的第一天 尽管相比平时 北京和上海的街道明显冷清 地铁和公交车上的乘客稀少 但未来几周 人口流动将逐渐增大 中共国家发改委官员表示 目前内地的人口流动规模是17年前SARS爆发时的6倍 预计未来四周 北上广升及不少二线城市 都将面临严峻考验 上海返工都上来了嘛 全天听说了 洪桥火车站有101个 平和不正常的人 如果确诊的话 你说要赶紧多好 国内的企业今天都开始上班了 我担心这些上班的人 坐地铁 坐个公交交叉感染 我真的是很恐惧的 从都没出去 从来就是对上户就对下不责任的 周一 英国在新增4个新冠肺炎感染病例 总确诊人数升至8人 而这些新增病例都与一名在新加坡 受到感染的病患有关联 其中有两人是医护人员 一间位于英国南部城市布莱顿的诊所 也因此被临时关闭 当局正在紧急寻找所有与这些新增病例 有密切接触的人员 英国政府当天宣布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对英国的公众健康 构成严重而迫切的威胁 出台新措施 要求所有病毒携带者 必须接受强制隔离 并指定了两家专门用于隔离新冠病例的医院 同时还明确将中国的疫情中心 武汉市和湖北省定义为疫区 世界卫生组织随后警告 尽管海外发生人传人病例数量还不大 但仍有引发大规模疫情的风险 同一天 日本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 又有65人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其中有45名日本人、11名美国人、4名澳大利亚人、3名菲律賓人、1名加拿大人和1名乌克兰人 这也使得邮轮上确诊总人数达到了135人 成为中国大陆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场所 截至2月10日 除中国大陆以外 新冠肺炎已经攻入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 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50例 死亡2例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领衔的新研究称 新冠肺炎的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24天 专家表示 全球现有的防疫措施可能存在漏洞 医学研究论文寓印本平台MedArchive 2月9日发表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负责的 关于新冠肺炎的研究论文 武汉经营潭医院、中国疾控中心等30家机构 也参与了该项研究 该论文基于全国552家医院的1099例病例数据 发现病毒潜伏期中位数13天 最长24天 这打破了之前官方宣称 病毒最长潜伏期14天的结论 如果最长潜伏期达到24天那就很可怕了 因为它说明不仅国内甚至国际的防疫措施 都可能存在着很大的漏洞 现在的各国基本都是按照中共通报的14天潜伏期 来对这个反国人员进行隔离 如果最长潜伏期达到24天 那么可能就会有漏网的潜伏期的患者会进入社区 加上这个病毒在潜伏期它就是具有传染性的 那么这个对各国防疫来说都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月30日 安徽省合肥市卫健委就曾报告 该是一名34岁的女子1月2日自武汉返回合肥 1月25日发病就诊1月29日确诊 按此计算潜伏期长达23天 当时就曾引发民众担忧是不是潜伏期拉长 而合肥卫健委随后宣称是编辑比悟 并把该女子的返乡日期从1月2号修改为1月20号 现在外界关注当时官方究竟是比悟还是瞒报 无论怎么样这些数据来自于大陆各级的官方医院和专家 说明官方是早就知道这种异常现象的 但是却没有对社会公布 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维稳 24天的潜伏期它意味着更长的隔离期 更长的封城期以及更长的企业停工期 而中共不愿意承担如此高亡的经济代价和社会管制的代价 所以又在拿老百姓的命做一场豪赌 另外该论文还宣称 只有43.8%的患者在初次就诊时发烧 意味着如果检疫只聚焦发烧可能会漏诊 同时还有20.9%的患者没有出现病毒性肺炎 就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此外已有部分患者的胃肠道分泌物检测到新冠病毒阳性 需要注意污染物传播的途径 新唐记者林岚 纽约报导 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周一宣布 2月11日零时起将暂缓港澳人士到台湾 台湾教育部将采取措施 协助港澳学生完成血液 2月11日零时起 港澳人士除商务旅约跨国企业内部调动 已取得我国居留政治配偶及未成年之女 这些当然都是要居家检疫 其余皆暂缓来台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十日宣布 自2月11日零时起港澳居民暂缓来台 当中也包含港澳学生 而目前还有7972位港澳生尚未入境 教育部长也表示 会比照陆生安心就学方案 来协助港澳生完成血液 另外 卫福部长陈时中也宣布好消息 477名确诊个案接触者均已解除列管 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以及第10名确诊个案 有望成为台湾第二例痊愈患者 我宣布大概477位解除列管 就是有接触者 案1到案7跟案10的接触者 已经时间已经到了 也没有其他情况 有情况也经过检验都没有问题 所以解除列管 这位呢 我们今天已经是双彩因 那双彩因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病毒已经都干净了 至于第一批包机回台在检疫所隔离的情况 陈时中也表示 除了先前一位已经确诊外 还有5人在隔离住院中 包含日前发烧的2人 目前都正在医院隔离检验中 新唐人雅台电视胡宗翰叶云如 台湾台北报道 受到疫情的影响 纽约华人大举购买口罩 自用或者寄回大陆 很多药房的口罩断货 连诊所的医用口罩也开始紧缺 在法拉盛 大部分药店口罩已经断货 少数还有口罩售卖的药店 则实行限购 每人只能购买一盒 据了解 现在口罩供应商优先供应大医院 其次才是医生诊所和药房 法拉盛一家皮肤美容诊所的工作人员表示 现在他们也买不到口罩 都是使用存货 就算下了订单 口罩供应商也可能会取消 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美国的口罩已发生短缺 连行业人士都难以找到货源 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政府重视 需要马上投入资源 增加口罩库存和产量 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疫情变化 新唐记者唐成纽约报道 元宵节之际 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 在美国中加州弗雷斯诺市的演出 持续火爆 观众赞叹 神韵演出传递了普世价值观 雷斯诺观众赞上神韵传递敬天幸福 纵德行善传统文化的核心道德观 神韵市普世价值观众 智能运动 威愿者建议 电xual并运动 80年有实际 特别家属 统期间不一定 希望 人使用多数人的希望 世价值观众 股教授 国高屏 圆党 向非 无法 代表 回 练 信心或信心 或认为一个宗教 或认为一个系统 或认为一个系统的计划 那你会有什么呢 所以这就是一个信息的希望 在信心的存在和祝福你的传统 你能够高兴的灵魂 当你来到这一天 你看到这一场表现 你永远会死亡 因为你会看到什么 你永远会有在你的心里 新唐人旧金山记者站 加州弗雷苏采访报道 四名中共军方骇客 窃取美国金颖 遭美方起诉 送猪引数 新的一年快到了 新唐人香港记者站 祝各位观众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我们会坚守香港第一线 为大家做最真实的报道 我祝大家生意兴隆 财源广告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欢迎回来 美国司法部周一宣布 起诉四名中共军方骇客 这四人被控 窃取了美国企业 近1.5亿名客户的资料 及商业机密 尽管这四名被控的中共军人 因在中国而未被逮捕 但美国仍希望通过刑事指控 来震慑中共 让对方知道 美方完全清楚 谁是这些网络攻击背后的罪魁祸首 但是一天这些网络会崩溃 然后他们会在那里 我们会在那里 我们会继续向这些坏的军人 保证他们 他们会明白 他们的军事和军事 的军事 2017年7月 美国知名消费者信用评级机构 骇可飞遭到网络攻击 近1.5亿用户数据被盗 包括驾照、社会安全号及信用卡信息等 而其中绝大部分用户是美国公民 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起诉中共军事黑客 2014年 5名中共军人被美国政府指控 网络入侵美国的大企业 并盗取商业机密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今年1月 一名住在英国的华人 向美国法院认罪 承认试图走私 美国的高端芯片运往中国 法院将在4月宣判 这名华人面临最高20年监禁 和百万美元的罚款 美国《时英》杂志1月31号报道 引述美国法院文件指 英国华人曹建峰 涉嫌走私美国敏感芯片到中国 案件涉及到的敏感芯片 属于定制微芯片 由英国国际承包商 科罕姆公司在美国制造并销售 这种被称为抗辐射芯片的特殊芯片 可承受极端温度 剧烈振幅和辐射 售价2500美元 每年只生产大约1000枚 这种芯片需获得美国商务部许可 才能出口 并且禁止运往中国 2018年1月 曹建峰向科罕姆公司发送邮件 表示希望采购抗辐射芯片 但无法说清中国用户的最终身份 科罕姆公司将邮件 转给了美国反情报局 美国电子分销商将采购要求 转给了美国国防犯罪调查局 之后 国防犯罪调查局 对曹建峰进行钓鱼执法 1月27号 曹建峰对美国法院认罪 美国法院4月13号将对其宣判 曹建峰免临最高20年监禁 以及100万美元罚款 新唐人记者毕心词 宇威综合报道 周一 白宫公布了2021财年的预算 大幅削减外国援助 及社会安全网项目的支出 同时寻求增加资金 对抗中共及俄罗斯 逐步扩大的经济威胁 新预算包括 外员支出削减21% 557亿美元 缩减到441亿美元 通过药品价格改革等措施 将安全网项目支出 削减1300亿美元 通过改革食品券和医疗白卡 节省2920亿美元开支 通过改革联邦残疾人福利 申请资格 节省700亿美元 此外 川普还寻求20亿美元 修建边境墙的资金 并计划将军事预算 提升至7405亿美元 并从10月1号起提高对国防和退休军人的相关支出 另外 个人减税改革将从2025年延长到2035年 而美国国库发展金融公司的预算 将从1.5亿美元提高到7亿美元 据报 预算案计划未来10年财政赤字将削减4.6兆美元 新预算案将提交国会讨论通过 外界认为 新预算案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可能遇到阻力 新唐人记者毕欣慈 田瑞综合报道 超强风暴 西亚拉席卷欧洲 至少6人死亡 祝所有的观众朋友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 欢迎回来 风暴习亚拉席卷欧洲多国 英国 德国 荷兰等国家受到严重影响 树木倒塌 宫电中断 航班取消 已有至少6人死亡 航班取消 铁路中断 轮船在海中飘摇 风暴习亚拉周一达到每小时145公里的速度 带着狂风暴雨 持续冲击欧洲各国 在瑞士苏利市机场 一架飞机在与大风较近 挣扎着试图降落 荷兰有大约240架航班停飞 德国慕尼黑机场周一取消了430架次约41%的航班 其中大部分是汉沙航空的中转航班 德意志铁路公司计划在当晚停运国内的长途火车 很多地区受风暴影响停课 巴伐利亚州周一关闭了所有学校 英国国家气象局因为西亚拉风暴 已发布了250次紧急洪水警告 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水患最严峻 全国有将近54万人断电 而风暴导致的第一起意外发生在英格兰汉浦郡 当地时间周日下午 58岁的男子在驾车从温切斯特返回汉浦郡的家中时 被吹倒的大树砸到不幸遇难 当时风速达到约每小时97公里 在波兰南部的布科维纳塔前斯卡滑雪生地 周一上午强风先落屋顶 砸到了来自华沙的一家人 52岁的母亲和15岁的女儿死亡 21岁的女儿受重伤 当地搜救组织发出警告 不要进入山区 高海拔区域的风速达到了每小时100到150公里 法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已处于第二级的橙色天气预警 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已有数千户断电 而捷克全国周一则有29万人因西亚拉风暴而无电可用 新唐人记者李兰综合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经过三个月的行动 在东太平洋地区缴获了近2万磅的走私可卡因 10号交给美国基督署调查 由蒙洛巡舰再送的这批价值约3.38亿美元的可卡因 于周一清晨在圣地亚哥海军基地卸下 根据美国海岸防卫队 在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之间 共派遣四艘巡舰在墨西哥中南美洲沿海地区 进行了八次针对毒品走私的弃查行动 缴获共2万磅重的可卡因 美国海岸防卫队也于周一公布了弃查行动的部分画面 显示船只在海面上追逐以及弃查人员的登船行动 当局也指出东太平洋地区是毒品走私集团经常出没的地带 借由小船或半潜艇来走私毒品 为了成功打击毒品贩运 当局的监视小组一旦发现走私行动 就会通知附近的巡视船上前对峙拦截 新唐人记者王滋溢综合报道 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周日在洛杉矶落幕 韩国电影《寄生虫》获得了最佳影片等四个奖项 成为最大赢家 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有非英语影片 获得奥斯卡最高奖项 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周日晚在洛杉矶杜比剧院举行 韩国电影《寄生虫》击败呼声较高的战争片1917 摘取奥斯卡最佳电影桂冠 同时还赢得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及最佳原创剧本 共获四项大奖 《寄生虫》由韩国导演吴俊浩指导 是一部黑色幽默惊悚片 影片情节简单 反映了韩国当代底层民众的心态和生活状态 导演通过两个家庭的对比 揭示了社会阶层的差距和矛盾 《寄生虫》是韩国百年电影史上首获奥斯卡大奖的影片 为此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祝贺 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由小丑主演杰昆菲尼克斯获得 这也是他首次获奖 女演员雷尼·齐维格 凭借朱迪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2004年齐维格凭借冷山获得最佳女配角 成为第七位获得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的演员 电影《1917》停届电影中长达9分钟 一镜到底的高难度拍摄手法 为观众营造出身临其境之感 获得最佳摄影奖 本年度最佳原创歌曲 为火箭人的《I'm gonna love me again》 新唐人记者妍希报道 2020自由滑雪世界巡回赛 近日在加拿大举办 瑞典选手克里斯托弗·图德尔 顺利完成了惊险赛道 夺得男子冠军 2020自由滑雪世界巡回赛 周五选手们在寒冷的加拿大 展开了极限运动挑战 自由式滑雪是一项较新的冬季运动项目 分指定和自选动作 以选手的雪上技巧 空中技巧 舵山技巧 极躲逼障碍物的水平来一决高低 来自瑞典的克里斯托弗·图德尔 稳稳一跃 开始了自由滑行 进入历史区 轻松地越过障碍 接下来是一个大跳 稳稳落地 顺利通过赛道 表现出色而自信 最后身体倾斜 滑板横切雪面 雪花似箭 完成了惊险刺激的比赛 图德尔凭借完美的后攻番 夺得男子第一名 图德尔在2018年就获得购冠军 如今又站在2020年自由滑雪世界巡迴赛 第二站的男子滑雪领奖台上 女子比赛冠军由西西兰的吉西卡霍特·夺德 2020自由滑雪巡迴赛的下一站 于2月28日在欧洲西部的安道尔举行 新唐人记者颜希报道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全球新闻 再会